好了主播 这个消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振奋 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来了 就在雪霸国家公园 就在今天的清晨六点半 有协作从西冷县经过雪霸主风 就拍下了这个下雪的画面 走在这个山径还不断的飘下白雪 地上也已经覆盖了薄薄的一层雪 也让他们相当的兴奋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刻 依照现场积雪的状况 时间大概是在早上六点半左右拍照的 现场雪应该是在今天的凌晨开始下的 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山地区 目前已有积雪 这是布隆卡里布湾高山雪座 在今天下午传回来的 目前积雪大概就是四到五公分 今年的第一场雪没有在荷欢山 而是在雪霸国家公园 研判这几天因为湿度还有冷度都够 因此飘下了雪 而其他地方有没有机会也下雪 就看接下来的天气 老天上不上脸了 以上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